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進入我們比較會做的 叫做電功率 我剛剛前面講過了 以後我們很少直接求能量 這是算什麼 算功率 然後再乘時間 再乘時間 好來 這個我們可能之前就碰過這個題目 然後問你說 誰有沒有燈泡比較亮 可是當時沒有學電功率 所以我們就會假設燈泡完全 一樣 然後 誰的電壓大或誰的電流大 就代表誰會比較亮 可是實際上燈泡比較亮 是要看電功率 要看誰的電功率大 它能夠轉換能量多 它就會比較亮 我們一秒鐘耗電一焦耳的燈泡點 十秒鐘 它總共耗電十焦耳 一秒鐘耗電三焦耳的燈泡點 三秒鐘只耗電九焦耳 所以誰耗電多 前面的耗電多 十焦耳多 可是誰比較亮 後面的比較亮 因為一個一秒鐘只轉換一焦耳 一個一秒鐘轉換了三焦耳 所以功率大的是比較亮 所以蠢後如果再問你哪個燈泡比較亮 你就要去算哪個燈泡的功率比較大 我們那時候燈泡就可以不一樣 電阻就可以不一樣 因為我們學過了不會算 以前不會算 所以就假設燈泡都完全一樣 重點叫做比較亮的是因為功率比較大 比較亮的是因為功率比較大 這是我們古色都學過的公式 功率就是能量處理時間 一秒鐘消耗一焦耳 一秒鐘產生一焦耳 叫做功率叫做一瓦 每秒鐘多少能量 多少能量 一樣左邊是代號 右邊是單位 代號是P等於P分之一 單位叫做一秒鐘一焦耳 叫做一瓦克 這是我們以前就學過的 這個公式可以用在任何的功率的計算 只要你要我求的是功率 我就可以這樣算 看我總共花多少時間 總共有多少能量 塞進去就是我的功率會有多大 這件事情我們以前就學過了 然後再出現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在學的是電 所以我要用電的方法來做 我就出現一個用電的方法來算功率的 電這邊我量到的是電壓 我量到的是電流 我量到的是電阻 所以這公式會變成電壓電流電阻來湊成 來湊出來 那我們講過這個公式是用在任何狀況之下 來我們前面學了一陀拉股電能的公式對不對 那全部去除以時間 那全部去除以時間 這全部去就是我們前面學過的電能公式 全部去除以時間 是到這個 比雷 我們就出現了三個電功率的公式 為什麼會出現三個 那是為了做題目方便 第一個公式沒有電阻 第二個公式沒有電壓 第三個公式沒有電流 所以這個題目沒電阻的我就用第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這個題目裡面沒有電壓 我就用第三個公式 那只是純粹是為了解題方便而已 如果你什麼都不要背 你就背以前的 什麼 V的Q分之1啊 R的I分之V啊 P的Q分之1啊 用那幾個虎受學過的基本定義 去轉來轉去 你一樣可以算得出來 一樣可以算得出來 那這只是為了你解題方便而已 所以我們總共介紹了三個 算電功率的公式 就是你的愛民 愛民放啊 愛民放啊 心理把它背好 然後以後就把它塞進去 你就會得到你的答案 這樣子而已 OK 出三個是為了要解題方便而已 這樣子說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